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會不會想要問公司到底是怎麼會發生 到底是哪個地方沒有做好會發生這個事情 就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要怎麼講 兒子聽說做到經理是不是 對啊 他做很久了 他是出來了 然後大家經理幾個都出來 他進走他還跑進去叫人家快走 要去救其他員工 對啊就是這樣 他在公司做多久了 當兵回來就進去了 他本來是在母公司名安 現在調過來這邊當經理 所以十幾年有了 數幾人 現在就是公司要拿持誠意 人已經走了 還是 理賠的方面 要盡到責任 要有 那我也不要說 我剛才十六點多的時候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跟我講說 他只是屁股一個傷口 縫合之後就好了 等到我從彰化趕過來的時候 在國道上 來跟我講說他來出學 等到我來到屏東的時候 跟我講說他的皮脹整個碎裂掉 然後來皮脹已經接觸了 他跟我講說 我想要一直腰椎骨折 我整個晚上 從昨天晚上我整個晚上 連吃也吃不下 連腿也睡不著 我就在交互病房外面坐了一個晚上 是他同事打電話跟我講的 因為我在彰化 我也是上夜班 然後那個時間我在睡覺 他同事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 阿姨我有事情我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說 我說 你說沒關係 後來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公司爆炸 然後 他是被 被炸飛的掉下來 然後 他的屁股有一個張口 結果 後來來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講說 那個傷口 三十幾公分 你沒有舒散就不對 是說 因為他好像是說他第一時間舒散 但是大家跑不及 因為那時候 跟爆炸來得太快 你的理由跑不及 這對大家 怎麼對社會大眾交代 那這些無辜的生命怎麼辦 你就一句話帶過嗎 那後續呢 後續他們才二十幾歲 他們怎麼辦 啊我們怎麼辦 現在有任何公司的人來跟你聯繫 沒有 都沒跟你討論到後續 沒有都沒有 連來都沒有來 我 只有昨天晚上他還在開刀的時候 我們在開刀房等了之後 他有一位課長打電話來 就留著電話說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打電話給他們 我小孩子到現在變成這樣子 完全沒有看到公司半個人來 這是我小孩子 進急診換下來的褲子 這樣去 我看到這個我就會想到我的孩子承受多少痛 你這個心臟會痛苦 我連這件褲子都說就要怎麼丟掉 想到小孩子受的苦怎麼丟掉 我會想到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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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小孩子